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针研第31章 第28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在起跑线的时候 你遇到很多驱使你需要付出 驱使你付出在属灵的果子上最大的付出 无论那个付出是为自己 坚持自己信仰 甚至不仅坚持自己信仰 你就可以得到很大很大很大的祝福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即使道神回来 那些人在伤水事件下跌倒的人 都值得死 因为神说我给你这么大的祝福 我给你这么大的起步点 你能够和真命天子一起 在这个起跑线里得奖上 你糟蹋了他 现在你还圣化你面对逼白 面对攻击 面对这些磨练 明白吗 所以这就值得死 所以可能大家没有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你看所有那些磨练小说 总之是什么小说 我说叫做很引人入性 觉得很好看那些 都一定典型是一件事 我说的是很好看的小说 很合情合理 很引人入性的小说 就是通常会让观众的正义感 成为整个小说流动的物乐 就是说所谓看官 就是你的这班看官 或者这班听众 就是那个主宰 由你的正义感 去决定这个主角所得的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通常这些小说里面的真命天子 开头一定是受尽折磨 为什么要受尽折磨 因为你的正义感觉得 你最后觉得他应该守得云开 见如明 他会有最可歌可歌 最感人的这些爱情故事 他里面应该有最大的磨练 而主角咬着牙筋底下 都用最纯传最正直的方式去行完他人生 那你带着正义感的看官 你就会自然接受 这个主角在最后的时候 是会得到最好的待遇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身为人 我们身为人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共同点 你看看世上很多这些英雄片 根本就是重复这条旧轿 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 神是更加有这种正义感 如果他没有这种正义感 他绝对不会说公义这个字 他也不会用义人这个字 去说成为祝福的起步点 明白吗 所以变成了原来 在这个世界既然是神创造的话 既然这个世界在神创造底下 那么多人竟然在 描绘一些现实的情节当中 竟然都是这样写这些情节的话 真真正正这个世界 终极的这个真命天子 他会有什么质疑呢 就是只有石鞍才遇到的 即是你看到石鞍那种 简单是天方夜谭的质疑 是不是 有什么教会可以说 得罪全世界的 没有什么教会 但是还要做一件事 是好过他们这一班 所逼迫他的人 所做的事 真是天地良心 我们照着自己良心去做 是不是 原来 如果现在我们看了 所有这些的共同信息 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当年 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由开始的第一天 4794 我们就是这个人世间千古以来 故事当中的真命天子 我们就是那个故事 世间设计出来 都是为了让我们去经历 这个磨练 成为神的掌上明珠 给这个世界看 就是原来信主 用神的真理 是可以走到这样的程度 是不是 但是问题 如果你错失了当时 那你就不要说 迫白那些都死定了 但是我说 你错失当时的话 你错失了你人生当中 很大的信心起步点 因为就算你现在再入石岸 我说你今天再入石岸 你都没可能是真命天子 因为你自己亲自 将你自己的时间延迟 你最大的人物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你最多只能够成为一个陪衬品 你知道吗 就好像等于一个的辛苦 他已经决定和新郎结婚了 在这个时候 那些同女才想嫁给新郎 有没有搞错 你最多不是成为同女 等到婚礼都已经决定了 然后你才去参与 然后打算去嫁给新郎 有没有搞错 你根本都和新郎没有爱情可说 你也根本都没有了解这个新郎 你也根本是没有为到你的婚姻去努力 你最多不是成为奔吓 连同女都没可能 明白吗 现在很多人去接受基督教 认识基督教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教会是辛苦 但问题是他们全部都错失了 整个爱情故事当中的最头那一段 而等到别人说结婚 等到高阳婚言来到 你现在才说参与 都好过高阳婚言出现的时候 你也想着不参与 那些一定会落地獄 但我就是在说这件事 就是说信心起步点 是一个你绝对不能错过一点 但问题是这个 你说世上哪会有人去可以可以这样的 没错了 这个就是说你认识神之前 就算你不是一个圣人 但你信主那日 你真的愿意分别为圣 你真的尽量会做到最好 就好像我信主之前 我是道教的 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好人 我真的根本可以说 我就算连信主之前 都时不时有机会偷偷的钱 我都偷偷的钱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能够说到多少大话 在自己保护到自己 或者说到多少大话 能够帮助到自己的话 我都会尽量说 但我就是说我信主前的那一日 都还是这样 信主前那一日都是这样 但我信主之后的那一日 我决定全部这些事都改了 也是由那一日开始 奠定了我所有的决定 明白 就是说原来是斩钉截的决定 原来就是说你究竟 有没有认真对待你的信仰 由信主那一日 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你的信仰 还是还是无铃两河 没有什么所谓 明知神力真 你都这样 我就是在说这些东西 就是我明知神力真 所以我由信主那一日 我完全认真 杜绝了我自己说大话 不单是在后来 戒我说大话 戒我说话的夸张 但我没想到 就是因为戒了我说话的夸张 而导致我后来可以说道歉 真面对三十一章 第二十八节 他的儿女起来清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清赞他 今炮开话牵手烦 深尊一球高 愿站在殿里敬拜 献上最美好 将心中困锁落开 要决定 要决意尋找你 默默在殿里向你尘速 投靠上帝 撑开手烦 撑开手烦魂 撑开手烦魂 情并心思 是你监察之道 容我更靠你 全言尽我情怀倾诉 而你随听回应我心中 讨告 你绝对天 你绝对天